ESP 正在学习班的练习 1971年8月31日 塞斯已进入这些协调点 并告诉说 好吧 你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是吗 没关系 好的 我在心里进行的实验 就是从后背出来的一些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认为 我们做得很好 我觉得它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是在创意写作学习班上做的事情 我们没有进行任何会遇到什么情况的暗示 而不是豁然自己做任何事情 我今晚会建议 我们带着这样的概念去做 我已经有感觉 是的 好吧 我请任何想要这么做的人 闭上眼睛 因为这似乎是最简单的事情 希望感觉舒服些 你们那些新来的人 只要把它当作一次仪式探险 看看你们能用它做些什么 我们闭上眼睛 只是因为这更容易 我建议你们闭上眼睛 那些经常来学习班的人 应该毫不费力地感觉到 我们会从脑袋后面感知到 好像金字塔正在打开一样的感觉 就感受而言 我想要你们所有人 都为你自己提供一个完全的自由 如果你在后脑勺 感觉到这种特殊感觉 你们可以跟随它 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 想象一下金字塔 它的角度在你身后向外延伸 进入一条路径 你们那些之前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的人 只需简单地通过金字塔 把你的意识传递出去 随着它达到意识探险 其他人 跟随着以下的想象导引 想象你自己如同一个缩小的人 从你脑后的金字塔 向外走出去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停下来 甚至回头看一看 我真的相信 我们学习班上的大多数人 都能够做到 只要我们尝试它 我们真的会打开 更多的意识维度 这就是一个 特殊的意识之旅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要求或建议 就让自己全然地敞开 去精力体验将要发生的一切 沿着路径走 如果对你来说 想象的画面变得不太一样 或者如果你在做自己的事 那很好 那就跟随着它 只要简单把我的声音当作尺码 作为连接你和这个房间的东西 而那些 正在沿着金字塔路径的人 会满怀希望地发现 他们可以轻松地沿着金字塔路径旅行 这样会延续地扩展我们平常所经历的层次 另一端 有一扇可以很轻松打开的门 如果你发现 你的意识觉知道了其他事情 那就跟随这些事情 但要允许这些事情本身自然的自由 并利用这些事情 分散你的注意力 在你平常所接触的物质环境之外 你的意识 就像供你使用的一盏灯一样 愿你自由使用 去看看其他感受的领域 而不是局限在你平常所从事的范围 你可能会感受到颜色 你可能会看到人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场景 你可能只是参与了某种运动的感知中 但无论是什么 都允许你自己自由去做 你可能会发现 金字塔本身改变了大小 这个金字塔有着一个开放的顶部 或者开放的底部 或者可在两侧任何一边开放的房间 随意去探索你发现的任何东西 无论如何 享受你的自由意识所具有的这种感觉 就像这种感觉在做这些事情一样 意识具有一种感觉 就像身体具有感觉同样的方式一样 当你随着意识做不同的事情 意识会有不同的感觉 这些感觉本身可以提供线索 所以当你再次感觉到它们的时候 会对它们很熟悉 意识如你刚看到的 不是坚实的 虚幻的 或遥远的 意识是我们活生生至关重要的部分 意识提供各种感知 意识在体外是自由状态 有时比在体内更加自由 所以在这次实验中 要让意识去寻找它自己的方式 无论它去什么地方 都要放手 让意识自由 就如同你拿着一把手电筒 让手电筒的光 照射穿过一片森林一样 你不会说 只把光在这个方向照射 因为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方向 你会向各个方向照射 以便你可以看到你面前的东西 我们通常只把意识照向一个方向 并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但至少在这次实验中 让我们以我们选择的任何方向 照耀一下那座金字塔 打开认知的门槛 如果我们感觉到了新的感知或感受 反而更好 要尽你所能的意识到 你不是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是你所具有的 让你去利用的东西 要高兴地去利用 你的意识只不过是你的能力之一 给它自由 让它为你提供关于实相本质的线索 你不必做任何判断 这就像是在一块陌生土地上拍快照一样 所以不要从你所看到 听到 感觉到的东西做判断 在我们所知的世界之内 之外以及遍及的这个世界 我所知的所有地方 还存在实相的其他层面 存在活动的其他维度 存在其他我们可以探索的心理完形 让你自己完全自由地去做这个练习 我将安静片刻 借时你可以探索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然后 把我的声音用作带领你们回到正常感受的神索 但与此同时 利用这个机会让你们的意识本身自由 帮你订阅 你先做完整盖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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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接到后脑勺的感觉,随着你回到你所知的自己,你熟悉的感受应该会变得更加强烈 要高兴地回到你们一直都知道的那种感受 回到如此安全及愉悦的身体,高兴地回到物质形态,它是你在此时此地表达的载体 高兴地回到你的时间和地点,这就像有人回到家一样 但要知道,在你们心智的背后存在着许多家、许多地方以及许多的次数 但现在请恢复你的关注点,高兴地回到身体里 意识再次回到美丽的乳白色头骨 打开眼睛,回到房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